面筋 今天给您解密一道菜 不是我是曲号大师 叫做三鲜荷包面筋 好 现在咱们先开火 开火 先把咱们那面点 这边拿小茧子或拿小刀 给它开小口 面筋比较油腻 而且略带有一点点的色味 如何去除油腻和异味呢 美味魔术师曲号找到了 第一个美味密码用剪 面筋因为有点油腥味 为什么它搁塑料袋一五 这油味感觉特别油腻的味 咱们去一探 咱们今天秘密武器 剪面 去取它油哈的味 到为止 然后把我们开完口的面筋放下去 一烫就浮起 一烫就行了 这个不要煮过软 过软了一会就瘫了 成不了行了 成不了行了 所以这个水别大开的时候做 别大开 看它有点热的意思 有点口 顺着口 它进去了 去 好 你看没有 还真是不少油 沾来了 这汤都浑了 好 把它捞起来 捞浆出来 捞出来 然后我们再放在清水里头 清水里头 再把这油再去一去 顺着开口把它窝一窝 形似一个和包似的 正好它开口里边瘦水比较多 把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它挤出去 做好了一个个荷包了 但是怎么把海鲜的东西酿在里面 而且荷包不散呢 就用到了第二个美味力码 鸡蛋和豆浆 今天我们加点豆浆 让它吃完蒸完的蛋羹就更嫩了 又嫩 蛋白质越高 既有动物蛋白质又有植物蛋白质 为了卸它鸡蛋的劲儿 我们加一点点盐 对 这原来我妈妈的效果 卸它的劲儿 打一打 打一打 好 最后我们拿勺把那蛋液 给它夹到这个荷包里头 夹到多大量了 就给它八成碗的 太平了 八成碗 好 好 来来来 让它上去蒸 蒸多长时间 蒸6分钟 6分钟 好 好嘞 咱那边 这时候蒸的时候 东老师 来不当太大的气 太大气跟咱们家里蒸鸡蛋羹 是蒸泡了 小火虚 小火虚 6到8分钟就可以了 好嘞 首先海参 海参 这个海参其实也并不是很贵 你先来点 茄参 大乌参 或者买黄玉参 都可以 再给它切成小丁 海参 也有点兴趣 对 咱们给它切 一会儿咱们飞水 好 那我先别人活 你别人活 我们做水 来 这鱿鱼 我们也给它切成粒 对 好 虾水 下面 把虾水也切成粒 切成粒 其实这道菜特别适合老人吃 对 牙手不好 小朋友吃也没问题 稍微给它上点椒 让它入味 来点盐 抓一抓 有点味 给它来点保护 对 再呢 我们抓一点点淀粉 锁住它的蛋白质 对 吸淀粉 如果觉得多了 来点干淀粉 让它把它这个做粘稠 不要感觉很水 很水 你裹这点后一下水 全掉了 形成一层保护层 使它本身的鲜味不流失 这个你看 它上了淀粉 可能有点粘连 稍微给它一打 就开了 就这些粘连的 一打就开了 稍微一冒 一冒它就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将它捞出 海鲜不上浆 直接焯水会怎样呢 如果你光切完了 没有上浆 直接搁锅里煮 那车子里就干了 对了 最后再煮这海参 海参因为含很多黑沫 好 这时候焯好了 我们给它捞出来 焯海参的时候 一定要关火再弄 不然的话 一锅进来 跟你浇皮似的 就会行 你看到我勺里头 好嘞 好嘞 来 热勺凉油 好 热勺凉油 这时候我们放入 葱姜蒜沫 葱姜蒜沫 爆香锅底 这蒜也是去心的 爆香锅底 好味来了 这时候烹入料酒 好 然后放入蒜鲜 上锅 温度够 香气 这香气就出来了 好 这时候再放入 好油 好油 咸上加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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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鲜味 好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盐 盐少来 对对对 因为这个 蚝油里面都有了 对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水 对 吃准一下 吃准一下 好 这时候加点糖 好 调着味 葱姜蒜 融合 来 这香气出来了 让这香 颜色呢 我们靠老抽 来 来点颜色 来 味精少许 来 最后我们一点点勾芡 让它粘稠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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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包紧了 好了 好 下面我们就可以 把蒸好的东西取出来 得嘞 关火 这边 心肝 走 好嘞 热气腾腾 这时候我们给它快入进去 三鲜荷包做好了 怎么让菜品变得更漂亮呢 这就用到了 美味魔术师的第三个美味密码 巧勾芡 我们淋入少许的料酒 好 这点味 得嘞 然后加一点点蚝油 1.1 盐 底位 底位 有了 有了 打散 打散 然后呢 用老抽找它的颜色 有个色 这色一定要漂亮 老抽要最后下 让它有点红亮 齐了 好 这时候勾芡 不要大开锅 好 大开锅就容易混了 容易混了 可以了 稍微一开锅一顶上 对 让它一边亮 对 这就齐了 好 马上关火 关火 这个勾芡 勾芡的时候 我们的盲话要撤火 你不能大家打开锅再一勾芡 这芡肯就流了 在家里可以把火关了 因为它水本身100度了 淀粉80度就变性了 对 这时候一勾它变亮了 变亮了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拎在原料上面 让它有点光润 饱满 您看这正光挂亮 有点像油画家里边 画完以后 说看这块屋的 来点上光油 美味魔术师 趣号大师 给他们带来了这道菜 现在帮您回顾一下 味道鲜美的三鲜荷包面筋的制作要点 将面筋划上一刀 制成袋状 放入温水中 并加入茧 煮20分钟取出 放入盘中 鸡蛋加入豆浆 放入面筋中 小火蒸6到8分钟成熟取出 将海鲜切粒上浆焯水 葱姜蒜爆香 放入海鲜粒炒香调味 将海鲜粒酿入到荷包中 勾芡浇在三鲜荷包面筋上 你只要了解了 趣号大师总结的美味密码 就能吃到美味的三鲜荷包面筋了 咱们明天 还是老朋友的时间 不见 再见 再见 鸡翅如何做的入口 即化鲜嫩多汁 在明天的节目中 铁钢师傅将蒸鸡翅和鲁翅 完美结合 带来蒸鲁翅 简单四步轻松完成 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